我们现在今天的单元是 世界都在看 这是我们的主笔 美少女张佳麟 嗨 大家好 范姐好 范姐听说你跟你老公 是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的 要不要跟观众们分享一下 你的使用心得啊 你是说使用老公的心得 还是使用平台的心得 老婆这可以播吗 这可以夜很红的夜 OK 我觉得这个使用交友软体很好啊 把可能交友的对象 顿时扩大几千倍几万倍 不然我跟我老公这两个倍 已经差这么多怎么认识啊 而且我跟我老公认识两个礼拜 他就跟我求婚了耶 蛤 你老实说他是不是喝很多 我们两个当时都喝蛮多的啦 OK 回到正题啦 OK 那今天要讨论 是不是跟交友软体有一些关系吗 没错 就是基于地理位置交友的 中国最大男童之社交APP Blue 它最近就有被学者质疑说 不少未成年跟青少年使用者感染爱字 跟他们使用Blue去解释信办旅有关 所以他们决定在1月6号的时候 暂停注册一周 并且进行整改 他的意思是说 一个约炮软体要为爱资传播负全责吗 总监刚刚说不可以讲约炮 要说交友软体 所以是交友软体 OK 那么这跟假新闻流畅 Facebook Line 这些平台 有没有责任是有点像耶 那该责怪的是不正确使用技术的 我们呢 还是技术 嘉玲 你怎么看 这个就是这起事件的争议啦 我个人是认为根本在于性教育 尤其是性少数的性教育的普及跟加强 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就推给平台 平台就是平台侮辱它的是人嘛 一把刀在厨师的手里 它就是可以做出美味的饭菜 但是在杀人犯的手里 它就是一个凶器 显然这不是刀的问题 而是人的问题 那范姐你觉得呢 可想而知另一派就会说 这工具本身是没有错的 但这并不是不管制工具的理由 不然就没有必要进腔进足了嘛 那我个人认为呢 当然还是要以使用者的性教育为主 但平台也不能完全退卸责任 那么去年底这个社交网络平台 Tumblr被卷入儿童色情风暴 那一度被Apple Store下架 那当时Tumblr就说啊 这个对于不同年龄族群文化或思维模式呢 平台应该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便加大这个管制的决心 所以Tumblr宣布呢 从今后哦 他这个全面删除所有的这个成人的内容 没错 还记得当时呢 老司机们他们都崩溃了 网友们也纷纷的哀嚎说 这是Apple Store时尚最黑暗的一天 反而是推特人呢 他语用得力 迎来一波难民潮 那不如他备受争议的 除了他存在大量 不宜为成年接触的内容之外 他们也质疑 不如上面的监管跟防治爱之不利 平台也缺乏自律 而且不如当初他在推出的时候 还是以爱之防治合作者的身份 去做市场定位 所以他更被认为说 平台要承担这个社会责任 但是就是平台 愿意扛这个社会责任 但是他有办法执行吗 你看像这个环境总监都很难控制 我在节目里说一些正常的电视台 都会说话嘛 OK 所以难不成是叫用户注册的时候 去勾选我有AIDS吗 这个呢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的知情交友 在具体的做法上面呢 不如他宣布在用户注册的时候 他们会更醒目地提示说 限制未成年注册 那他们也会在原有的 防治爱之宣导 然后线上预约检测这些栏位上面 增色更明显的防爱之提示 跟宣传入口 但是呢 难同志交友平台 是不是应该要引入 HIV的状态标示功能呢 其实这个在欧美的 主流难同的社交软体里面 他们是有说注册的时候 一定要写明你的HIV状态 他们说这个被认为是 有助于降低高危险的性行为 那范姐你觉得 知情交友跟个人隐私 应该要怎么达到平衡呢 我自己是觉得啦 你要把我有AIDS 或者是著名HIV状态 当作像是我喜欢看电影 这样的选项 我觉得蛮奇怪的 但如果说真的要放的话 我觉得HIV状态是 可选项 但不应该是 必须像 应该让用户自愿进行标注才行 不可以强迫 那我就很好奇 这勾选HIV状态的人很多吗 那我们到底要给我们资讯 要到什么样程度 其实这个部分 还没有什么公开数据 但是你说交友软体 它要防止未成年注册 那你放一个 我已经年满18岁的按钮 也只是做到表面而已 在博物里面 你选择18 19岁 其实你会发现说 不少用户 他们在自我介绍里面 他们会声称说 自己的实际年龄更少 反而说 如何去合理的保护自己 如何正确的去看待性更重要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要求 证明自己说 我没有HIV 一点都没有错 我觉得最可恶的呢 就是这个新闻 除了太过于简化之外 还刻意把这个爱滋病 跟男同志连结在一起 谁说这个男同志性行为 就一定会感染爱滋病 异性恋性行为也会啊 难道异性恋交友软体 就能被排除在外吗 把这个锅甩给同性恋 把污水泼给平台 甩锅一时爽 根本也治标不治本 是啊 就是为什么Gate App就要标示 那像其他Tinder啊 默默就不用呢 如果你针对同一种行为 但是分族群 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嘛 那我在这边也想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男同志 他之所以在主流印象中 他跟爱滋连结度高 是因为他们每年都会定期去做筛检 所以比例才会那么高 那异性恋不代表就是没有 而只是因为他们单纯没有去检验 那范姐最后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HIV 艾滋病毒跟AIDS 艾滋病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频道应该是有社会责任在的吧 这也太简单了吧 这个HIV是指人类免疫缺乏病毒 单指病毒 专门用来破坏免疫系统的 那HIV从感染潜伏到发病 需要一段时间 但有些人虽然是携带这个HIV病毒 但发病与否跟个人的体质 有无正常用药有关 而且AIDS是感染病毒后 呈现的这个发病状态 它也叫做后天免疫不全症候群 没错 而且有HIV 艾滋病毒 它本身并不会致死 而是当你的人体免疫系统 遭到病毒破坏之后 让原本不会造成生病的病菌 变得有机会感染人类 那严重时才会导致病患死亡 但大家不用担心 目前有事前预防性投药PREP 跟事发后72小时吃都有效的事后药PEP 都可以降低非感染者在高度暴露的环境下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对 讲知识了这一次 而且这HIV只会透过性行为 血液跟母子垂直传染 那么空气 唾液 飞沫 握手 这些普通身体接触 是不会传染的 那么HIV患者 如果是有稳定服药的话 也是不会传染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从小就要教导性交易的重要性 没错 我觉得防疫的重点 应该是如何让所有患者 都稳定的接受治疗 比起把他们隔离出人群 这更加的重要 而且说真的 如果你想要约炮或是恶意传染 没有不入 他们还是会照样约的 反而这件事情让我思考的是 同治交友软体的出现 它固然让同治群体的孤单感减少 但是有好也会有坏 如果我们没有更深层更深度的 去讨论关于性教育跟引导的方面 那只是单纯的追求外在条件 说像是身材或者是有污染病 那不仅很多人会逐渐 对这个交友软体失去信心 也会对自己的人生幸福感到绝望 中国男同治社交软体 Blue线爱滋争议 有人认为是监管跟宣传不利 导致未成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那也有人认为 这个性教育根本不该对平台过度苛责 所以到底争结是平台还是教育呢 你怎么看 欢迎到粉丝业上来跟我们讨论 我们马上回来 感谢观看